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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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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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死啊 我喜欢你 臭傻子 还我宝石啊 王辈不是不想还 可是王辈现在不能死啊 还我宝石啊 臭傻子 还我宝石也来 年轻 可没有多少日子等啊 是 大白鸟 帮我 滚开 快点开 走 金哥哥 你看 好大的一队白鸟啊 怎么回来帮我们呢 他们是我的大漠的好朋友 是吗 你怎么了 没事吧 我没事 可是我没想到 他们怎么会来中原呢 请别想那么多了 快去救你的康弟吧 康弟 穆姐姐 康弟 你怎么了 报仇 我要替我爹娘报仇 康弟 康弟 你放心 大哥一定替你爹娘报仇 去杀了那个顽颜红烈 但凭我们一双脚 即使跑出血来 也不见得追得上 他们的马队啊 此时此刻 他们恐怕已经跑出城外了 那我就追到城外去 康弟 相信我 我一定会杀了顽颜红烈的 荣儿 康弟和穆姑娘就交给你了 金哥哥 質疑 六 马上 Pork 雪 鲁 雄 大白鸟 带我去找万叶红烈 在那边 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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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爷啊 坐好 王爷 王爷 莫非真的缘有头 战有主 好了 别说了 赶紧护驾回宫 是 皇爷 王爷 来 小心点 王爷 走 快走 走 快 康帝 康帝 是 金哥哥 康帝 康帝 我射中他 我射中万叶红烈的 我射了他两箭 醒 醒醒 杨柯 康帝 康帝 杨柯 康帝他怎么了 是欧阳柯 他掌上有毒 康帝 你要挺着 你一定要挺着 杨大哥 康帝 杨大哥 康帝 你醒醒啊 康帝 康帝 你醒醒啊 爹娘 大仇 你抱 我杨柯 已经没有医务 在为谁而活着了 不 我不要你死 我不要你死 你不许那么做 杨柯哥 不许 康帝 荣儿 你最聪明了 你快想想办法 救救我的康帝啊 血 富士宝血 能强身健体 去除百毒 所以那天气恶教授 才拼了命地想吸你的血 你是说 可以用我的血救康帝吗 对 杰哥哥 杨柯哥 他好像好点了 康帝 你觉得怎么样 这可能只是暂时 押住毒性而已 欧阳客的西域怪毒 毒性难测 我们尽快把他送回去吧 好 道长一定有办法的 走 这天岗北岛阵 那是全真教 最上乘的玄门功夫 将七个人的功力 合而为一 一人出招 并肯兼备 其余六个人的力量 希望集合这七个人的内功 能把杨康此内的剧毒 给逼出来 杨审师 你的脸 看起来好安详呢 你跟杨大叔 终于如愿以偿 可以永远在一起了 祝福你们在另外一个地方 也能像这样快快乐乐的 杨康 不会的 毕父 毕母 求你们保佑杨康 不要让他再受痛苦 让他早点好起来 如果不行的话 就拿女儿的命去换吧 杨大叔 杨大婶 你们的在天之灵 一定要保佑康帝 他一定会好起来的 我在你们面前对天发誓 我日后 一定会好好照顾康帝 让他天天都吃得好 睡得香 快快乐乐的 如有食言 就天打雷劈 不得好死 杨康 康帝 杨康 杨康 康帝 穆姑娘 放心吧 他体内的毒已经被我们逼出 性命已无大碍 多谢师父 多谢各位前辈 再服几颗九花玉露丸 保管他长命百岁 一生品德高善 九花玉露丸 这位姑娘是 又来了 每次药一拿出来 就被人家问一遍 真烦 你只需要记着 我是你好徒弟 最好 最喜欢的朋友就是了 杰康 他 他是 黄姑娘 活泼可爱 自然是桃花岛主 黄药师的掌上明珠了 好 康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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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康儿 爹 娘 你们不要走 不要抛下我一个人 不管哪 爹 娘 你答应过孩儿的 那孩儿长大了 要孩儿好好地伺候你 照顾你 你不得那么快就走 爹 你说过要我做一个 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你说我流着你的血 可是我连杨家家 都没有学好 你就走了 我该怎么办 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 爹 娘 你们不用走 你们不能抛下我不管哪 娘 起来吧 娘 爹 拿着它 到头了 正正属于我的东西 原来只是这把铁枪 你是这样的 把铁枪下 你怎么办 是 当下 把铁枪下 你会 不得了 一滴 Sur 靖哥哥 靖哥 靖哥 哥 你怎么不吃啊 今天 jean как 特别好吃 你的六关师傅们长得太丑 差他倒胃口 靖儿 你好好的吃饭 不要说那么多话 吃完了这一顿 明天一大早 也是时候启程了 二师傅 你们要去哪里啊 嘉兴 烟雨楼 嘉兴 此处距离嘉兴路透遥远 一旦到的嘉兴 只怕已经中秋了吧 不错 当日在十里亭 我们与沙通天彭远虎决斗 为分胜负 于是约定在中秋之时 在烟雨楼再做比试 到了江南啊 我让你们尝一尝江南的名菜 比这些烂东西啊好吃多了 你敢偏偏我做的菜 妖女 你再不闭嘴 别怪我一大欺小 你就一大欺小 你这个妖女敢骂我 你矮的我看不见你矮冬瓜 小妖女 怎样 你敢打我 师傅 你要打就打我好了 你帮她 京儿 你要再敢帮着这个妖女 我打断你腿 你这个搏鸡头 有人准你说话了吗 各位 中秋还没到 各位别想开打是吧 这样吧 不如让我和妹子打一段吧 给大家注注信怎么样 唐哥 你说什么 各位可能有所不知 我这念此妹子 岂是身怀绝技 武功跟我爹比起来 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而且绝非我杨家所传 莫姑娘 杨少侠此话当真 我 那日在林中 你拼了命救我 即使是南欧阳克 也被你打退了 敢问莫姑娘 用的是哪门上乘功夫 是这样的 在我十三岁那一年 机缘巧合下遇到一位前辈 他指点了我三天功夫 只可惜我听声愚钝 实在学不会少 只学了三天 拳脚就这么厉害 那艺人一定是绝世高手 他是谁啊 我答应过他 绝不会把他的身份 告诉别人 在那以后 我也再没有见过恩公 莫姑娘 请恕贫道得罪了 放心吧 他不会伤害莫姑娘的 心疼了 刚才不是你叫人家打的吗 要不是为了替您解闺 谁要打 求道者就出招 为什么出得这么狠 他们想要释出 穆姐姐奇特武功的出处 要逼她释出真功夫 不过是杨家的本门功夫 没什么特别的嘛 莫姑娘这身形不法 清零潇洒变化多端 美哉 妙子呀 妙子呀 熊师弟 停手 穆姑娘 那 教你三天功夫的那位高人 是不是一个 只有九根指头的乞丐 道长怎么会知道的 虽然 此人行踪飘祸 但江湖上的人 无人不晓 他应该 就是当今武林四大高手之一 九指神盖 红七公 不知不觉 已经过了二十年了 是啊 当年画山论剑 五位高手斗了七天七夜 仍分不出胜负来啊 北盖南地 东邪西毒 终神通啊 像龙十八掌 蛤蟆弓 先天弓 易仰指 这些无不是所向屁靡的 绝世神功啊 但唯有夺得九阴真金的人 才称得上是天下第一啊 师父 你们在说的都是些什么人 什么武功啊 他们在说的是一件 惊天动地的武林大事 东邪就是桃花岛主黄药师 西毒是欧阳风 南地是大理国王段志兴 北盖是盖帮主洪七公 而忠神通正是全真教教主 王重阳真人 我也只是听闻这五大高手的名字 从来未见过他们的庐山真面目 原来就你武功的那位乞丐 这么大来头 原来你爹是五大高手之一啊 五大高手又怎样 小时候玩捉迷藏 或者我撒娇 装哭的时候 他都得让我的 而且华山论剑这故事啊 我不知道听过几百遍了 早听腻了 那你爹可有告诉你 他为何得不到天下第一 因为当年大家都输给了 那个老道士啊 你爹说的那个道士 就是先师王重阳 先师不仅是道家真人 也是武学大师 他淡薄率性 慈悲为快 武艺修为却是在众人之上 无人能比 天下第一又怎样 到最后还不双脚一身 归西喽 只可惜余下的四位 没有一个人的武学修为 能超过先师的 丐帮的帮主 忠肝义的 武功中不识一股正气 不识为一代宗师 段皇爷也算是治国有道 让欧阳峰和黄药师 一个阴险歹毒 另一个旁门左道 什么旁门左道 我爹爹的功夫不知多厉害 厉害又怎么样 他这个人脾气怪异 离经叛道的 专门跟好人作对 那是他气质独特 独树一帜 是贪恋物欲 附庸风雅吧 不好意思 那就文武双全 博学多才 听闻他私底下 跟欧阳峰这邪魔外道 惺惺相惜 那也难得他一视同仁 不像你们 勾引看人低 堂堂高手玩捉迷藏 居然输给一个丫头骗子 还认得差屎 那是因为我爹爹疼我 除了静哥哥之外 我爹爹是天下第一了不起的人 所以我不准你们侮辱他 否则我 二师傅你不要生气 如果你也不要生气啊 静哥哥 你个头眉蛋 我静哥哥 住手 好姑娘 不要生气 以平道看来 其实你的爹爹是一个好人 当年华山论剑 众高手中了欧阳峰的剧毒 是黄药师拿出解药救了大家 这件事是我和师弟亲眼所见 看吧 我爹爹啊 可比那些所谓正派的小气鬼 可爱多了 你 好了好了 你不要再谈别人的爹爹了 还是谈谈我们自家的事吧 静儿跟穆姑娘的婚事啊 我们既然已经答应了杨大侠 就一定要办妥 郭阳两家结为亲家 本是贫道的提议 我的两位结义兄弟已经不再认识了 他们后人的婚事呢 应由贫道做主 穆姑娘乃是北盖的徒弟 许配给郭大侠之子 我想也绝不失礼吧 嗯 没错 不 静哥哥的婚事是他自己的事 应该由他自己做主 什么自己做主啊 师父们的话就是他的主意 是不是静儿 我 我我我我我我 我什么我啊 大丈夫有话快说 我 我 你该不会是贤人家穆姑娘 家境清贫吧 不是的 静儿 是不是还生师父的气啊 我没有啊 那 那是为什么啊 嗯 四师父 人多 有些话不敢说 嗯 嗯 你喜欢的 另有其人 嗯 华真公主 嗯 原来你是不愿放弃 金刀驸马的名号啊 不是的 你喜欢的是黄姑娘 是吗 嗯 哼 岂有此理 你敢取代妖女 我想飞的你 大师父 我是真心喜欢荣儿的 我 哎 这个妖女的确是有点姿色 可她既比不上穆姑娘的贤淑 又比不上华正显赫 你跟她在一起 能有什么好处啊 六师父 我跟荣儿在一起 并不是为了什么好处 唉 我就是觉得 我天天跟她在一起 都特别开心 荣儿对我好 我也想对荣儿好 师父 这是不是就叫恋爱啊 嗯 嗯 哎呀 你这个聪明蛋 你懂的什么叫恋爱啊 恋爱怎么会快乐呢 这一个人怎么会 无缘无故的 对另外一个人好呢 这逃老婆啊 就是个婆婆妈妈的事 你看我们奇怪 从来就没谈过恋爱 难道是我们不正常啊 汉茫人海 能找到一个喜欢的人 白头偕老 确实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可是 事实不能竟如人意 感情的事情 更由不得你去做主 静儿 你还年轻 你还读不懂 这其中的道理啊 秦师父 徒儿以前是不明白 可是 自从我看到杨大叔和杨婶婶 他们明明彼此相爱 却不能够在一起 我还听荣儿说 他的爹爹和娘亲 都深深爱着对方 却要阴阳相隔 我才开始明白 如果两个人互相喜欢 却不能够在一起 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情 现在我喜欢荣儿 荣儿也喜欢我 为什么我们就不可以在一起呢 齐师父 这件事情 徒儿想自己做主 好啊 静儿 想不到你踏足江湖后 你该学的没学到 不该学的倒变得胆大包天了你 那妖女是谁 那妖女是东邪黄药师的爱女 她若得知 你跟她的爱女私定终身 她必定大发雷霆 还不把你置于死地啊 徒儿不怕死 你 如此不孝的徒弟 死了也不足惜 可我们江南七怪堂堂正正 要我们跟邪派人接亲 岂不让江湖人耻笑啊 我们跟黄药师有不共戴天之仇啊 你居然跟仇家的女儿在一起 你对得起我们奇怪吗 金哥哥上马 各位大侠 其实错不在国境 也不在黄荣 年轻人 情爱事不肯勉强 不如让他们自己先反思 然后我们再教导也不迟 太好了 终于摆脱那批丑八怪了 蓉儿 可是我们这么跑出来 也不能解决问题啊 但若你再回去 他们又逼你娶木姐姐 你怎么办呢 不会的 我不会娶木姑娘的 我只想跟蓉儿在一起 你怎么能肯定啊 你那帮师傅啊 要你往东 我看你连个西子都不会多想 我可以说服他们的 他们的脾气跟你一样固执啊 你怎么说服啊 那 那像现在这样不回去 也不是办法啊 怎么不是办法呢 咱们就永远不回去 让他们永远都找不到我们 然后我们就可以 永远在一起了 这样也可以啊 这岂不是变得名不正 言不顺了吗 你怎么跟你那帮师傅 一样与父有固执呢 不理你了 你 你说这蓉儿 从小就是个听话的孩子 挨了他 连身都不敢出 现在可倒好 为了这个妖女 居然给违抗失命 不但不答应 娶木姑娘为妻 连自己定过亲的未婚妻 都不想要了 真是的 哥大侠 京儿和别的姑娘 还有婚约在身吗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 京儿为承机思汗立下了大功 大汗把她的女儿华征 许配给了京儿为妻 说是赏赐 其实就是命令 那就是说 姑娘非要娶那个蒙古公主 为妻不可了 邱道长请放心 我们江南六怪言出必行 京儿要是不答应 我就一仗打死她 去吧 恳请师父 和六位前辈 答应弟子一个请求 康儿 你是想给你那郭敬兄弟求情是吗 弟子 固然不希望大家强郭敬所难 但同时 弟子也希望各位 能够遂弟子一个心愿 我杨康要娶慕念慈为妻 你 你跟穆姑娘以兄妹相称 怎么能够成亲啊 我跟穆姑娘虽有兄妹之名 却无血缘之亲 原来康儿早对穆姑娘新生了爱意 你怎么不早说呢 当时在比武招亲的擂台上 本来你就有机会和她弟姐良缘的 当时是弟子不知 辜负了她 你既已痛改前妃 就更值得穆姑娘托付终身了 马道长说得对啊 如此好的女子 我们静儿不配 还是让给邱道长的爱徒吧 对 就让给邱道长的爱徒吧 让给邱道长的爱徒 那我们六怪啊 就当是送给你们全神教 一个顺水人情了啊 所言差矣 你们大家别一厢情愿 帮着杨康 婚姻大事要两情相悦 你们问过穆姑娘的意思没有啊 对啊 穆姑娘 我 我不知道 穆姑娘 她怎么走了 这什么意思 姑娘家的心事 怎么能当着你们这一帮大男人说呢 不知道 那就是愿意了 愿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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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子恳请师父和各位前辈成全 来 康儿 今天呢 邱某就代表各位前辈做这个主 穆姑娘是杨大侠的义女 康儿是杨大侠的亲子 这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啊 这门亲事 我看就这么定了 弟子杨汤 谢师父 谢各位前辈成全 哎 我们逼静而不成 反倒成全了一桩美事啊 哎 对对对对对 哎 难得杨少侠有勇气争取 这种事情啊 就该你自己做主 对 对对对 说得对对 说得好 好事啊 杨康儿 杨康儿 我就要娶你为妻了 你还这么叫我 来 年子 我爱你做我杨康的妻子 你真的愿意和我在一起 一生一世 这 你 你一直留着 年子 我的心意 你明白就好了 嗯 风 ль尝 鱼 海阳 大夫 同学 由你为妻子 想灵 ağ 黄尔 对了 有她的呀 那种人 我自己有什么 是哪一句肉麻 我说的可都是心里话呢 是 是我说 我们俩永远都在一起 还是 还是我说永远都不会改变 金哥哥 你傻得可爱 人儿不生你气了 金哥哥永远是戎儿的 戎儿 你刚刚还不高兴呢 怎么一会儿就变得这么高兴了 变得比天气还快呢 你今天才知道啊 今天怎么变得那么聪明啊 是不是 找到喜欢的姑娘了 戎儿 已经很晚了 师父们会担心的 我们早点回去吧 不 一屋子丑八怪 架三个臭道士 不回去 可是我 明天吧 明天一早回去 行了吧 那好吧 大白鸟 你怎么又来了 哎 好朋友 咱们在这儿呢 这什么文呢 这是蒙古语 蒙古语 嗯 写些什么 上面说 拖雷 带领一支军队 来到中原 和大宋 谈论结盟的事情 具体情况 我也不太清楚 爹爹说 女孩子 不要管太多男人的事情 这信 是女孩子写的 嗯 是华征写给我的 拖雷回信说 他在中原 见到了段天德 让你赶快 去中原和他会合 此仇一定能报 太好了 静哥哥 那咱们明天就马上下中原 嗯 你什么时候 嗯 怎么了 继续念啊 哎 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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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哥哥他怎么会这样啊 嘘 你干什么 哎 原来你没事吧 没事的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这家伙 上次看到你的时候 不是还好好的吗 这雕 是公的母的 他是母的 哼 那就难怪了 哼 母的啊 就会吃醋 一旦喜欢的东西被抢走了 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 静哥哥 Sun 二 我 还希望我 则是什么 这个人 你不懂 那你不懂 我 我 是 没关系的 荣儿还是觉得靳哥哥很厉害啊 竟然懂得荣儿不懂的蒙古文呢 荣儿真的觉得 靳哥哥很了不起 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华庄好想念你啊 希望你能尽快办透一切 回来大漠 然后我们就完婚 我都常常从荣儿进去 康弟师傅呢 走了 走了 那她们有没有交代什么事情啊 没有 他们走得很匆忙 什么都没有说 看来师父 真的为了我的婚事而生气了 哎呀 静哥哥 你那六个师父和那牛鼻子 不是一时一起 等半年之后 我们到了家新烟雨楼 跟他们说几句好话 他们肯定会气消的 我一天看不到他们 我就一天不能说服他们 我的心里 就一天也不会好受的 放心吧 就算他们再见到你 也不会再逼你和念慈成亲了 为什么 因为 他们答应了我和念慈的婚事 有亲人终成眷属 恭喜你们呢 康帝 恭喜你们 哎呀 太好了 穆姐姐啊 成亲之后啊 就会有小宝宝的 容儿要做干娘哦 容儿 你说得太远了 哪里哟 我一定要和大汗说清楚 我一定要和大汗说清楚 我要跟他解除婚约 我要跟他解除婚约 天不争书不简单 这门婚事啊 恐怕不是你说解除 就能解除得掉的 那我该怎么办 我喜欢的是容儿 而我现在都不敢 告诉他这个事情 如果你真的喜欢黄龙 那你不要告诉他 关于华镇的事情 一个字都不能说 不行 我不能骗容儿的 其实有的时候啊 欺骗一个人 并不是出于恶意 而是因为 你真的在乎他的感受 好了 先别想那么多了 反正你现在也不急着 回大漠去 就跟你的容儿 开开心心的 等到有一天啊 你发现没有了他 也活不下去了 到那个时候 你自然会有办法的 来来来 今朝有酒 今朝醉 干了 干 干 康弟 等一会儿 你可别告诉容儿 我喝酒啊 还没取过门 就开始管你了 不能告诉他 不能告诉他 就不能告诉他 可弟 可弟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我告诉他 不管发生什么事 我这个做大哥的 一定会保护你 是你的 谢谢 谢谢 兄弟一场 你到现在都没有 叫我一声大哥 我多希望你能 叫我一声大哥呀 可能我还没有这个资格 好 大哥 LU 你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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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开子